各位会员大家好 首先谢谢Monica给我们的演讲 Monica每次都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想法 和新的创意 让我们这个Club变得更好 我觉得她的责任心 真的是我非常钦佩的 那她今天做的这个演讲 也是跟我们这个Club相关的 所以我现在会做一些 首先我会说一些 就是她这个Speech当中做的比较好的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 她的论点 就是首先她的这个标题 演讲的标题是跟我们这个整个Club 是息息相关的 她讲到我们她的一些 关于怎么样把我们这个Club建得更好 所以呢她提出来很有经典 而且当中我觉得最 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她讲到 因为我们所有的会员 在这边尤其是会员 大家其实都是Volunteer Volunteer 所以我们不会 Gad any pay 那这里面就 谈到一个这个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有时候我们说 You have power Then you have responsibility 但现在即使 如果你没有这个power 你是Volunteer 但是你也要 Take it as your responsibility 所以我觉得这个责任 作为一个即使作为义务人员 我们也要把这种责任和自己的那个职位和这种官员的所有的职位相关联起来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而且这个是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会员的 所以这个也提到我觉得所有能够愿意在Toastmaster来做这种官员的其实真的都是非常有大爱的一些人 第二点他的整个speech条理非常清晰 他讲到三点 虽然他重点主要是讲了两点 但第三点稍微带了一下 但他讲到三点 第一点他讲到作为官员 他对大家介绍了每一个人的一个职位 而且也讲到怎么样 成立一个 我就叫body body system 就是因为我们小朋友在那个 boy scout 同志军里面 所以所有的人 你都应该有一个backup 那任何时候都不会fail掉 所以总是有准备而战 那第三点他讲到了evaluation 就是run robin 那加入更多的evaluation的styles到我这个club 让我这个club更加变得更有很多力 然后我也非常喜欢他的开场白 新冠上任三把火 那有几点呢 我觉得可以做得更好的 就是如果这个speech可以准备得更充分一些 就是每一点可能更加紧凑 然后把所有的想要表达三点全部加进来 第二个就是在最后结尾的时候 加入一些回复和总结 所以就是最后用一句话把它删过来 总的来说我觉得是非常和我们这个club非常息息相关的 我也愿意听到更多项类似的演讲 谢谢 谢谢大家 解释得非常好 继续就是我们第二个员故人员 我们第二个员故人员是 平姑员 平姑员 我们第二个员故人员是 玛丽卡 谢谢玛丽卡 这一片 一下子把我们就带入了那个境界里面 想到那个女的飘到天上去 她的丈夫把她弄回来 觉得心情也很悲伤 很有意思 另外呢 因为这个是我们这个月饼是我们经常吃的 其实并不见到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游戏怎么来的 不知道 我没有不知道 我没有不知道 一直觉得 很有兴趣的在听你讲这个游戏 对有很多版本 好像 当中的一个版本 对啊 在短短的这个七到九分钟 你好像讲了很多的故事 这个后裔社天 我不知道怎么搞的 在我前面讲的时候 我顺便提了一下 我说这是一个很很头的一个tail 是吧 很夸张的 我没有想到这个跟这个月饼有关系 然后你讲的那个 还有这个 这就是一个很复杂的故事 我觉得你的准备非常好 我很喜欢 你的这个声音也比较清楚 没有动作 唯一缺少的可能就是对话 没有很多的对话 那比如说呢 那有一个坏蛋 要来这个找嫦娥说 有天 嫦娥在家里的坏蛋来了 把你东西给我 要不然我就把你杀死 什么的这样子 那我不可以的 我就在家里 我去找 稍微演示一下 你可以用声音来演示一下这个故事 可能会更加生动一点 整个来说还是比较轻松自如 大家都能够一入这个 我觉得我自己是能够感进入你这个意境 非常的有意思 就是知道这个 好像你的主要的目的是讲这个 这个后裔 怎样怀念他的这个妻子 这个月饼怎么来的 知道这个缘故 好的 整个的过程中 我能够在我的思想里 这个脑子里面能够想象出那个境界 这是最 讲故事的最好的境界 就是说你在讲的时候 别人能够想到 而且知道是这样在发生 我是能够感到 虽然你们好像没有用很多的 讲故事的技巧 讲故事的技巧 我现在正在学 因为我现在是在这个 讲故事的一个club里面 他们有很多的pause 什么声音的高低啊 快慢啊等等等等 很多的技巧 我还没有都学到 我觉得你虽然好像没有用很多 但是我们也能够知道 非常的好 祝贺你 希望你接着 给我们讲更多的故事 我们的会长 屋元讲得非常好 再给他一个 继续来 就是我们要大海做我们的 Gumerian Gumerian 请大海给我们说说一下 Gumerian 那里可以改 好 可以 欢迎 欢迎 今天我说这个 语法的评估 但是这个 今天讲的语法 问题不是太大 大家都听懂 都听得懂 您能听得懂吗 您能听得懂吗 听得懂 就是今天我们讲的 他说 无评人 我哪可知道 他说 他说 无评人 他说错了 你把我的任务抢了 你抢了我的任务 这是第一个 不要指使的人 那么 其他的事情呢 对于 语法错误呢 大的没有 但是我以后还是很 会很挑剔的 那么我今天对那个 主力提出一个小小的疑问和质疑 对吧 那么质疑呢 就是说 我们讲的时候 语法错误虽然没有 但是 我有个逻辑错误 嗯 你后裔 他能够射下九个太阳来 他要想射强奴的话 他怎么射不下来呢 不知道 不敢射了 捨不得射了 这个逻辑上是有错误的 有陷阱的 他要想射 第一个他为什么要射 射下来就死掉了 第二个 他射不准呢 还是不射 所以说你没跟我讲清楚 这个是一个陷阱 对吧 这个就是说 按照我这个逻辑来 我今天呢 就发现这么一个逻辑上的错误 还讲一个 还有他那个 设计的那个姿势 跟那个 今天他讲故事呢 这个情节呢 我会录下来 录下来之后呢 我会放到一个网上 这个 YouTube上 大家可以看一看 然后你们大家可以看看 看看他讲的哪些缺点 只许这样 不许这样子 他只许站一下 不许在那底下这样子 真的让我录 好 谢谢 好 谢谢 接下来是我们要说的 阿康的就是 我们讲话怎么样 再会要减少 我们请Michael来跟我们解释 谢谢 谢谢 大家好 不知道叫 Category 第一个Category 没关系 第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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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想知道吗 Liam A A A 大海 你有三个 Julia 你也有三个 張艾修有很多,Thomas你也有很多。 有幾個? 你覺得知道嗎? 十四,十個。 十個,十個。 現在這個那個這個那個。 Thomas你有一個,一個一個。 大海你有三個那個那個。 False start 跟 double 重複。 Julian你有一個,一個重複。 Julian你有四個。 大海你有五個。 Thomas你有五個重複。 張艾修有很多。 很多?幾個? 十四個。 是不是說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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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是重複。 重複。 Thomas你可以看看今天錄像。 你有多少個重複。 有多少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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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檢查。 我今天給你把你的錄像給錄下來。 你自己今天晚上。 我晚上。 你看一看。 馬上你看一看。 Julian你有三個piu。 我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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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想起。 So,Julian了。 我沒想到去。 謝謝Michael。 我覺得這個account的代表是蠻好笑的。 這個很重要。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演講的話, 用太多的話人家不聽了。 Too many代表。 你講的都沒有。 每時間已經講你的東西叫我。 You know what? You know what? I repeat it. 很多這個東西。 我們要盡量的要慢慢慢慢減少。 如果講不到的話, 聽不到的話, 我們可以停一下。 piu。 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盡量的你們減少用這個字。 我知道大海用了很多人, 因為他講的非常多。 所以挫腿會比較多一點。 就是這個問題啦。 好。 在下一個是我們的時間條。 我們請下給我們報告。 參與。 謝謝。 謝謝。 謝謝Julian。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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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演讲Monica 8分17秒 超过了 不好意思 第二个演讲Julia 5分31秒 应该是7到9分钟 我只用了5分钟 我只用了5分钟 罗娜你的时间是1分32秒 大海1分35秒 Thomas你的时间是2分47秒 超过了 2分30秒 第一个评估员罗娜 你讲了3分13秒 第二个评估员Monica 你讲了2分42秒 我应该讲那个Jester of Education 你觉得他说了多少 2分34秒 可以 Grammarian 大海1分54秒 可以 然后I'll counter Mike 2分9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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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给我们做报告时间 非常好 再给他一个大部分 谢谢 谢谢 现在我的责任还没有完成 就是我要说说我们这个开会情况怎么样子 我们的评估员是怎么样给他的鼓励 其他的员 我们今天的 meeting非常好 我们有很多新客人来非常欢迎 我觉得我们的会员也是非常紧张 所以说了很多话